这样的孙悟空你有没有见过 打电话 喝啤酒 现在没事来当自拍 就连进度云也变成了宇宙飞船 原来在几千年前 烈阳星入侵地球 他们自称为天道 企图统治地球 是人为地球的守护神 国国当然不会答应 他点凭一己之力 就把烈阳星人拿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 一位天神及时出现 哈泉队的烈阳星的首领 成功阻止了这场灾难 最终烈阳星人离开了地球 而猴哥也再次守护住了地球 就这样 猴哥默默守护了地球千年 他不仅见证了王朝的兴衰 还见证了地球文明的飞速发展 同时也融入了人类社会 铺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猴哥却十分孤独 他没有一个朋友 只能每天来到师父的墓碑前 和他去取救 就在这天 猴哥收到一条紧急信息 韬掉大军即将入侵地球 人类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 所有地球总部请猴哥帮忙 希望他训练出一批超级战士 以此来抵御外星文明的入侵 走出情况后 猴哥回到了家中 打开了陈锋已久的铠甲 直接开启了战斗形态 没过多久 猴哥就来到了训练营 到了晚上 训练正式开始了 面对熊明年的围攻 猴哥并没有手下留情 在决队的实力面前 七明们也根本不堪一击 几天的实战过去 七明们也学到了很多经验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猴哥是他们的队长时 一位女人突然出现 她是和雷扬星的主神 蒂雷娜 她是地球寝人的外援 也是熊明连的队长 可是这个消息 猴哥一脸的不屑 毕竟在千年前 她就和雷扬星人结下了大仇 可逐渐的雷娜十分年轻 根本也不知道千年前的事情 是因为高贵的主神 看到猴哥如此不尊重自己 这样雷娜十分生气 于是她决定 给猴哥一个下马威 就在行兵跳下飞机时 雷娜突然抓起猴哥的手 直接纵身一跃 这个女人疯了 竟然想要射又起天大圣 可猴哥却满脸不屑 对于一个猴子来说 她属于连毛都没长期的那种 雷娜因应为傲的门人计 就在猴哥这里连续吃憋 这样雷娜非常生气 猴哥非常讨厌猎羊星人 她根本不相信雷娜 会毫无目的地帮助地球 就在猴哥准备离开时 雷娜却叫住了她 到了晚上 猴哥越想又不对劲 于是驾着金斗云 独自地飞扬了猎羊主星 准备搞清楚 他们的目的 可刚到南天门 就被守约拦住了 猴哥本不想动手 那也和对方咄咄逼人 无乱之下 猴哥只好解决了他们 来到天厅主殿后 猴哥遇到了二郎神 从人见面 分外眼红 猴子 上死 就在双方打得难死难分时 叛变将军出现了 看到这一幕 猴哥停止了战斗 他走上前质问潘振 雷娜来到地球 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们地球面临明和星系 滔天的入侵 雷娜出于一片善意 去帮助你们地球 放火 果真如此 果真如此 就在这时 雷娜也回到了猎羊星 自己一口心帮助地球 突然被猴哥误解 这让雷娜很生气 他凝聚出一颗火球 直接回上了猴哥 火锅彻底怒了 他释放出加大的法力 准备灭掉整个猎羊星 可就在这时 地球传来了消息 托得大军尽量进入地球 得知这个消息后 火锅立马赶回了地球 当他回到地球时 正好赶上了 滔天的入侵 而是因为凶温联队长的雷娜 此时也赶了过来 面对滔天大军的攻击 所有人都在奋力抵抗 而人类的科技 在这些外星文明面前 就显得不堪一击 此时的外星飞船 开始肆意攻击着建筑物 想要彻底碎毁人类的文明 既然雷娜即使出手 用盾牌挡住了激光炮 看到城市被摧毁 火锅彻底愤怒了 直接施展分身术 冲向了滔天大军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滔天大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同时 雷娜也指挥航母 彻底碎毁了滔天飞船 就这样 外星文明的入侵 轻松地被他们解决了 可越是这样 猴哥越觉得不对劲 他依旧不相信雷娜 觉得他帮助地球 肯定有其他目的 看到猴哥还在怀疑自己 这让雷娜非常生气 他也懒得再解释了 决定用武力征服猴哥 雷娜先发制人 直接朝猴哥发射了火球 猴哥几个跳跃 轻松闪过 雷娜趁机蓄力 这次的火球飞比寻常 拥有几乎太阳的温度 而雷娜的行为 确定激怒了猴哥 拥有三头六臂的孙悟空 到底有多强 即使二郎神在他面前 也犹如蝼蚁一般 被打得猴哥还手之力 就在刚刚 雷娜准备用武力征服猴哥 可他那点法力 更别伤不得猴哥一根毫毛 直接猴哥施展出分神术 瞬间把雷娜 拿到毫无还手之力 雷娜恼羞成怒 释放出了连环火球 火锅见状 吹出了一口强大气流 直接把火球反弹了回去 看到这一幕 雷娜开始慌忙躲避 结果下一秒 却撞在了广告牌上 但是因为雷娜星的主神 怎么可能就这点实力 一招聚变冲击波 直接把猴哥冲飞出去 此时的猴哥 再也不敢小瞧雷娜了 他直接施展定身术 把雷娜给定住了 接着又让全部分身 轮流攻击着雷娜 火锅不想再打了 只要雷娜认输 他就松手 可雷娜却不甘心 直接开启了宇宙战争模式 火锅见状 雷娜用金箍棒 死死勒住了雷娜 雷娜不想反抗 却也抵不住金箍的厉害 最终只能放弃了 欺负我许极能量 力 你呢 欺负老孙毛多 一点就长 两人的这一战 都没有使出全力 虎哥也看出了 雷娜本性不坏 就在两人闲聊时 二郎神突然出现 直接偷袭了虎哥 看到这一幕 雷娜命令二郎神 立马放了虎哥 原来 除了雷娜之外 雷娜星的其他人 都想要入侵地球 虽然雷娜是雷娜星的主神 但是真正掌管雷娜星的人 其实是攀镇将军 而雷娜帮助地球 也是真心实意的 她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自己 躲回雷娜星的掌控权 在听到雷娜星 一直没忘记侵略地球时 虎哥彻底爆发了 直接换了出三头六臂 战斗力是一年暴涨万倍 面对这样的虎哥 二郎神根本不是对手 可就在这时 虎哥因伤势过重 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 看着虚恶的虎哥 二郎神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没几时刻 雷娜其实出手了 直接把二郎神 拥抱在了封印结件 进攻这件事情后 虎哥彻底相信了雷娜 也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不知道地球交给你 行不行啊 我只是你的朋友 以后帮我 辅正天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